阻挡用一些方式不要让父亲进到我们这一书教会 但是父亲还是坚决 我就是要到教会 我就是要到这一书教会受洗 那也因为这样 父母爷爷奶奶也没办法 所以教会也看到父亲的信心 因此就受洗 成为这一书教会的信徒 那也成为神的儿女 感谢主 父亲很快乐 现在已经85岁 我们十个兄弟姐妹 在父亲这样的一个 父母亲这样的一个信仰的传承之下 我们大家都领受了神的恩典 今天我才有机会 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做见证 所以在这过程当中 真的父亲受了很多的煎恼 但是感谢主 主耶稣的爱都在陪着他 让他能够胜过这样的艰难 我想我们在座的 可慕道的朋友 甚至教会的弟兄姐妹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生活 也许都遇到了很多的失恋 艰难 困苦 忧伤 但是不要忘记 你只要相信主 依靠主 交托主 主耶稣 永远都是爱我们 所以简单的用这样的福音短讲 透过这个 主虽然以艰难跟困苦 给我们当饼跟水 我们都会遇到这些的问题 但是你不要怕 主耶稣会用他的真理 去引导我们 我们走的 我们所选择 这个道路是对的 我们能够选择到 这一束教会 将来能够受洗 这是对的 你这样的选择 才是永远 得到永远的依靠 那我们就一起来唱诗 这是二十七寿